哈囉大家 歡迎來聊內容的Beauty Vlog 今天的Beauty Vlog 主角不是我 是我身邊這位我的好朋友Tammy 嗨 我是Tammy 她是自由健身教練 對 她其實不是只有背頭而已啦 如果大家想要健身的話也可以找她預約 台北地區 所以大家就是私訊你的IG就好了 沒錯 那今天呢 因為Tammy她跟我講說她有很厚重的眼袋 只有在某些特定角度跟某些特殊情況 對 通常是拍照 可是是前一天晚上水腫嗎? 水腫會是最明顯的啊 水腫就是你連當場都看得到 我的眼袋好像是屬於笑 笑會比較明顯的 它叫做動態的眼袋吧 就不是 就是我可能要做一些動作啊笑啊 這樣子它才會比較明顯 對 然後你平常不講話的時候可能就還好 但是假如有偶頂症上方的燈光照下來就會更明顯 反正就是一個很想把它處理掉的東西 沒錯 從高中到現在 沒錯 其實你也沒下高中多久好不好 然後因為Tammy做這個眼袋的功課做得比我多更多 甚至去找了三個醫生 後來呢Tammy就是因為看我做雙眼皮很自然 所以也信任我的關係 然後找了同一家診所 所以現在我們在人家家裡面 感謝你耶 為什麼 眼袋是什麼 它是我們眼窩的脂肪 每個人眼窩裡面都有脂肪 不滿意就是當它形成有這種 上凸下凹 眼袋的服裝感 這個就是結構性的黑眼圈 它很痛嗎 術後抽脂的地方會有點像撞到瘀琴的感覺 那個地方是可以冰敷的 我大腿這個抽脂的地方是不是也要拆線 那個地方我會縫一個 會自己分解的可惜說鮮 上次有遇到一個大哥 所以我就想說我第一天沒什麼事 就在家裡做什麼問 沒有嘛 好像真的有點瞬邪 然後趕快屁股休息 所以真的要休息啊 忍耐這一週 你後面就可以輕鬆很多 Tammy很棒 就是她願意讓我分享這個眼袋的東西 會很好奇 那如果割眼袋是什麼樣的過程 再加上Tammy有要補脂 然後她自己本身的脂肪 少到一個不可思議 她只有十幾%的體脂肪 夠沒地方可以抽 所以她身上的精力應該是蠻多人可以接近 她的個案算是比較極端的一個個案 但我覺得應該也是大多數人的困擾 因為在猶豫要不要做眼袋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應該都是像我這樣 就是她有時候明顯有時候不明顯 但你通常只會注意明顯的時候 沒有我覺得大多數人的困擾是 就是她其實像你現在這樣子有補膠原蛋白 但是要打降解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就是要來打降解 對 大家會比較 有的是這一段 通常不會有人提脂肪太少少 都沒地方可以抽 這個困擾太幸福了吧 應該還是有啦 我聽到這個困擾的時候 那我可以讓你抽嗎 抽我的好了 抽我的 反正我會把Tammy的一些IG 什麼的發在螢幕上 如果大家想要follow她後續的療程 或是什麼樣你們可以再去問她 但這支影片主要是記錄她 手術前的諮詢 手術中還有手術後完整修復的樣子 我覺得我一定沒有她自己本人講的詳細 所以如果你們真的很想知道detail的話 去問她不要來問我 可以喔可以 我做很多很多的功課 真的真的 好啦那我們就等醫生來跟我們打降解 你現在真的有眼袋耶 真的喔 我現在被逼出來的 這樣看起來命好苦喔 好啦今天來到了手術當天 這是即將要進手術室的 艾甩高揚 對 餓才治療 等一下很緊張嗎 不會我現在肚子很餓 可是很少人會用這個角度看你啊 除非你男朋友太高 也是啦 拍照的時候會啊 說一下把拍照 就這樣子嗎 對沒錯 好不好 今天就要去把這個東西解決掉了 等一下呢 因為我不能陪你進去 等一下裡面是手術室我怕會污染 這樣子我會問到外面等你 真的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都來我可以幫你顧 欸不行 我們就進手術室囉 掰掰 LATER 我吃了好久 好舒服 看起來沒有很腫耶 可是我眼睛打不開 那手術過程中會痛嗎還是幹嘛 完全不會 那你現在大腿也會痛嗎 也不會 對啊 他不是說什麼大腿會痛嗎 沒什麼感覺 不會啊 你看我的腳 你還麻藥還沒退吧 你感覺就還在忙啊 你現在這樣子要去坐高鐵 真的假的 好鏘喔 你有看過他這樣嗎 是不是鋼水型的樣子 真的 而且 一點都不暈了 我的頭 不是一般大家都會暈嗎 說什麼全麻起來之後會有暈眩感 你酒量真的很好耶 他們說酒量好會代謝比較快 酒量真的很好 眼皮超腫 可是就是雙眼皮很清楚的雙眼皮啊 眼皮腫到我覺得他眼角是不是有動到 對啊 眼睛變得很有神啊 幹嘛很漂亮啊 我可能要去回放一下你原本的眼睛 因為你現在雙眼皮變得好明顯 超大 對超大 你現在眼睛超大 為什麼 看起來好鏘喔 小屁啊 你一進去之後 先做什麼事 要幹原本然後他就開始打點滴啊 好像也沒做什麼事 然後我就睡著了 可能我本身又比較想睡著 然後你就睡著了 然後接著醒來就變這樣了 但是中間手術過程 你都沒有感覺到任何事情 欸完全沒有 哇那你有什麼好感想的嗎 你沒有任何感想可以給我啊 欸可是我覺得很棒啊 就是你睡一覺起來就好了 而且我現在完全不會頭頂想吐 我現在看你是兩個啦 喔要講複式的東西 嗯 看醫生說馬上就好 他很奇怪我望你這邊看是兩個 但往他這邊看就不太是兩個 但我剛剛看完的湯匙就兩個 過白的地方可能會是兩個 但是暗的地方可能就不會 喔 光線 沒有他真的比較黑 他比較暗暗的地方 他真的比較暗的地方 你看上面那下面的 對啊燈啊 喔那有可能耶 這大概是我路過最鏘的 術後感想了吧 欸可是蠻真誠的吧 好好試試很真誠很真誠 就是從手術室推出來不到半個小時 上個廁所 然後就精神異異的夾呼 沒錯 所以運動真的很重要耶 因為復原能力也與別人好 剛剛拍拍尿也有差吧 欸不是吧 其實已經不太腫了耶 好可怕喔 眼皮膚太整 你怎麼媲美野生動物的復原能力 讚 哈囉 我是Tame 我想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眼袋束後的整個身體的狀況 會有沒有什麼不適感 因為我那天晚上其實是直接搭高鐵去高雄收養 然後在高鐵站的時候 有一點點微微的頭暈跟想吐 但實質上也沒有吐住東西啦 因為我基本都沒有吃東西 其實在高鐵上我睡了一覺就精神異異 唯一特別有感覺就是你抽死的地方很腫 所以你走路會卡卡的 因為它還在麻醉 所以你摸它還是會麻麻的 但是呢 一直到了隔天早上 驚為天人 就是你眼睛完全打不開 就是被滿滿的分泌物跟眼淚那些東西 黏住 是完全看不到的 太腫了 好像差不多 比較黑一點 然後還是有點腫腫膚膚的 臉會變超腫 因為就會開始發炎 大概是鼻子以上 都會是很腫 你摸起來就是水水腫腫的 然後右眼的出血變得更明顯了 然後我的雙眼皮依然還是不見了 前提最不舒服的地方應該就是抽脂的地方 走路的時候它會有感覺 然後它也還是腫的 坐下啊 尤其是蹲下起立那一瞬間 其實滿痛的 眼睛有比較張得開了 但是我的鼻液量還是不見 然後右眼的血絲 還是有 還是有一點點的血 但比較往下沉 如果一到十分 十分是牙痛很痛 那種拔牙痛的話 那大概是四五分痛而已 還是可以忍受的 少很多了 現在這邊都是油漬 因為它說不能洗臉 緊繃感也都沒有了 那現在唯一就是不行往下看 但往下看還是會有一點點 補補腫腫腫 有點無法視線對焦的感覺 左眼的分泌物會有比較多 滿明顯的 就是眼淚比較多 右眼就比較乾 每隻小咪咪在睡覺 哇塞 而且今天假設束後第七天 要回來拆線 而且眼睛裡面有書寫 可憐的海誌 但不會痛啦 那妳現在看起來很服氣耶 真的 結果這個蘋果雞拉提上來 真的耶 妳明明又沒有打肉毒 為什麼感覺妳臉不太能動 因為動會有義務感 還是會有點不太舒服 會有個瘀青感 妳覺得妳眼睛就是很腫耶 妳的鼻子以上都是腫 就是我這三根子一淹沒啊 哇 直接變平行 我昨天還被學生笑二滴耶 而且我臉這邊都腫起來 兩邊這邊 醫生我什麼時候可以游泳啊 游泳我通常會建議至少一個月 因為你游泳的時候會在挖鏡 那以及游泳的時候 你也可能眼睛會進水 你進水的話 你可能不自覺就會去揉眼睛 哇這個就是不利於說妳的恢復 可是如果說妳是陸地上的一些運動 我覺得大概兩週左右就差不多了 謝謝醫生啊 一兩個禮拜之後 大腿的痛還是窄 眼下的腫脹的話 還是一直持續很明顯 尤其是視野上啦 視野上妳只能往上往左右看而已 往下基本上是完全看不了的 甚至兩個月後我還是覺得 還是有一點點不舒服 但醫生是說 這個部分是神經在修復 所以至少要給他三個月的時間 大腿的疼痛的話 大概一個月後就完全沒有感覺了 我們來到了三個月後 目前TAMMY的復原狀況呢 你們應該也可以看得到 我覺得是滿自然的 也跟醫生講的一樣 妳現在還有往下看眼睛會不舒服 其實妳往下看的時候還是多少會 一點點就沒有像剛開始那麼不舒服 當初是往下看是完全不行的 妳有說就是要這樣的嗎 對 這樣感覺有辦法 沒錯 之前一開始不舒服大概都沒有了 對 那妳這一次有整個樣的心得感想 可以分享給大家嗎 最大的心得就是 其實修復期會比我們自己想像的還要久 就是醫生的修復期跟我們的修復期定義 是截然不同的 我們可能是覺得要跟以前一樣的感覺 或者是讓人家完全看不出來 才是對我們來說是完整的修復期 但對醫生來講可能是 欸傷口癒合了然後可以不用再回診了 不用再擦藥不用濕藥這樣子 因為妳不是最近還有再去回診 那那一次醫生有跟你說什麼嗎 醫生只有叫我多補充維湯命B 到現在摸的時候還是會有一點痛 然後我左眼比較明顯是眼下摸的時候 還是會錯覺會異常就是怪怪的 妳也是那隻眼睛有泛血絲嗎對不對 欸沒有泛血絲是右邊 泛血絲是右邊 其實剛開始當初是右邊比較痛 右邊眼下比較痛左邊反而還好 那現在的恢復的感覺就是 左邊其實比較膨 右邊是消進去比較多 然後兩邊這樣很用力的笑起來的時候 眼下還是會有感覺 欸所以還沒有完全好 對啊但醫生是說 這次神經的修復好像也沒有那麼快 對就是唯一唯一覺得 目前還有一點點困擾的事情 因為妳就不能很用力笑 因為妳用力笑就會被自己嚇一跳 因為會有一點痛這樣 喔好那這次整體來說 妳覺得明月的服務好嗎 妳會推薦大家去看 明月的服務很好啊 就是妳從宿前要去諮詢 然後他會跟你講一些宿前的要注意的事項 不要吃什麼啊 然後可能要先準備什麼啊 他其實都會跟你講 然後宿後的關係他就是 基本上妳宿後一個月 他是幾乎每天關心你啊 不要回診然後他會看狀況啊 然後包含拆線的時候 大家的氣氛也是很歡樂的 因為我很怕拆線很痛這樣 詳細的過程呢 如果妳們還有什麼detail想知道的 妳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者是直接去TAMMY的IG敲他 應該可以吧 我可以直接跟大家講我所有做的功課 我做了超久的功課 包含我現在就算手術完了 我其實還是會看其他人手術的樣子 術後的狀況就是跟我一樣這樣 然後或者是跟我自己講有沒有差太多啊 但目前看起來是沒有 有任何煩心事反正就去煩他 我很樂意的分享延待所有事 很棒 耶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告一個段段啦 謝謝你們喜歡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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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